换个焦点 印度部分地区正在遭遇 严酷热浪侵袭 不过今天却又是印度大选 第二阶段的投票日 没错 印度上亿人 在这种炎热天气底下排队投票 选举官员在投票站外 更打起了帐篷和设立饮水站 让民众解渴避免中暑 印度气象局数据显示 拉加斯坦邦几个地区的气温 达到摄氏40度 印度选举委员会表明 由于担心热浪侵袭 可能会拉低投票率 当局已经在选前设立工作小组 监督热浪对选举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减轻庞大后勤压力 这个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之一 将分阶段进行选举 不过第一阶段投票 投票率从上一场选举的七成 减少到65% 至于如火如荼进行的选举 将在6月初结束 一般预料 新任总理莫迪会赢得第三个人期 除了减少 产业万一 总理莫迪会赢得第二个人 的主题 你 旁边 第五十一 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